大家好 感谢大家对上次影片的支持 身为一个旅客 什么在飞机上该做 什么不该做 居然已经有15万5千个观看记录 也收到不少朋友 个人的意见 建议跟经验 所以这个第二集 我想继续讲 当你搭乘飞机的时候 什么要做呢 什么不要做 先来说不要做的 第一个就是 不要自己随意的换位置 因为在你的登机身上面 都有你的位置 跟我上次影片讲的 你可以先选位 当你登机的时候 登机身上面的位置 就是你应该要做的位置 如果你很随心的到处乱坐 坐到别人的位置 首先如果你是蓄意坐下来 你可能会造成一些小小的冲突 然后这个时候需要空服员来调解 你就会挡到后面的人 然后整个进度就会被延迟 如果进度延迟的话 我们不能关门 飞机就不能后推 所以会耽误大家很多的时间 接下来很多预定的餐点都是照座位发放的 如果你随意换座位 但是你有事先点餐 或者是别人有同样的情形 他们就吃不到自己应该点的餐 这个时候他们叫对名字 然后怪罪空服员 这个是很无辜的 如果你真的有换位置的需求 或是你想跟你朋友亲人坐在一起 你可以等大家全部都做好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后推 飞机还没有动 你可以请教空服员说 有没有别的位置可以换 但是在登机的时候 请大家先坐好位置 不要影响我们后推起飞的时间 第二点不要做的就是 不要一直按服务灵 我们当然知道空服员在飞机上是服务 但是很多人忘记 空服员在飞机上最大的任务是 保护旅客的安全 如果你有些需要 当然可以按服务灵来叫他们 记得以前的服务灵是在扶手上面吗 那个时候呢 很多小朋友喜欢乱按对不对 然后你每次搭飞机就听到课唱里面 叮咚叮咚叮咚 这个空服员有时候会不厌其烦 他可能科技长说 妈妈可以请你的小孩子不要乱按服务灵吗 后来飞机制造商跟航空公司 可能也学聪明了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服务灵 通常都是举手才按得到 还有很多的设计是 你按一次蓝光会亮 前面空服员的警告器也会亮 这个时候不需要一直 叮咚叮咚 因为你按一次那个灯就熄了 你再按一次叮咚 那个灯就亮了 所以呢 按一次就好了 那个蓝灯会继续保持 等到空服员来把它取消掉 第三个不要也是很重要 就是不要飞机稍微停下来就站起来 如果安全带的指示灯还没有熄灭 因为现在的航班跟机场都很忙 如果在指示灯还没熄灭之前 表示我们还在滑行 也有可能有刹车的动作 这个时候你一站起来跌倒的话 航空公司很难对你负责的 然后我们也常常在滑行当中 听到空服员做广播说 请大家坐下 当我听到这样的广播都是很无语的 因为呢 我需要滑到定位 杀柱刹车 关掉发动机 关掉安全带的指示灯 然后呢 地面的人员 他们需要注意 他们需要把轮档放好 检查飞机外观 得到许可 空桥操作员 才会慢慢小心的把飞机接到空桥 这个时候呢 空服员要跟外面的人确认 逃生滑梯已经解锁 他们才能打开机舱门 你算一算这样下去都已经十几分钟了 有时候我当旅客的时候 我就看到大家都站起来 我就觉得如果这个时候坐着 relax一下不是很好吗 接下来说的是要坐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当你上洗手间的时候 要记得上锁 新的飞机设计都很先进 就说如果你到厕所里面一片黑暗 这个时候你上了锁 灯才会亮 所以你到厕所里面如果灯没有亮 表示你没有锁好 然后机舱的显示会显示厕所没有人 就是绿色的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跑去看你的门 那个就尴尬了 这个是上一集的影片 朋友的分享 其实我自己也发生过两三次 所以记得上洗手间要锁门 还有第二点就是上完厕所 记得要冲水可以方便下一个使用者 保持厕所的干净 不会进厕所就一副恶心的样子 第三个要做的就是打开飞航模式 当机舱门关闭的时候 这不但对飞行安全有保障 也很可能会省了你很多荷包的钱 因为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在飞机上 有开通国际漫游的服务 就算你把国际漫游的设定给关了 你还是会收到国际漫游的账单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是20到25元新币 如果你不想白白损失这些钱 然后其实很多的飞机上都有WiFi 所以请大家为了飞行安全 还有为了自己的荷包 请打开飞航模式 这个影片我用机长的角度来看 当一位旅客在飞机上的时候 三要三不要的分享 如果你有更好的意见或是更好的经验 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凑个第三集来发表一下 我深刻的认为当一位旅客 我们不要自私 我们要互相提亮 才能让我们的旅途更平安快乐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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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